原文在组,故事继续 中国人有着很浓厚的传宗接代观念 所以好像宦官这些职业 虽然说是衣食无忧 但毕竟要被人切切 就比我少多小事 也没有得生儿子生女 所以如果家里出了宦官 说出去都挺失礼 所以基于这一点 当时的人就有个共识 不到万不得已 就绝对不做宦官 不过 凡事总有例外 永乐末年 朝廷下达一道旨意 凡是各省各市教育局的官员 如果长期工作表现不好 可以调到京城做官 哇 有些这样的好事 地方官都做不好了 还可以做京官 按道理说这样的好消息 应该吸引无数人报名参加 但实际上 大家取利都有味 为什麽呢 无人问津的秘密就在于 调到京城之后做的工作是比较特殊的 静身入宫中 分类官备 解释无玩笑 老子就算不做学官 都起码可以做个老百姓 为什麽 为什麽要被人切一刀 入宫做宦官 对了 谁会做这种傻事呢 No 就在大家对这件事不以为言的时候 一个因为犯错 而即将受到惩罚的学官 现在正在自己家里就在猶疑 他已经有了老婆子女了 生活虽然不是那麽富裕 但亦都不穷 大可以就安安心心就过日子 但是在他心里面 有一把火 他自有就渴望出人头地 苦读多年 虽然被选了做学官 但一直没有发指金榜提名 现在就经已成家 但是立业就迟迟未见 那现在可能连这个学官都做不下去了 难道这样就一世 不会的 我总会等到机会的 现在机会来啦 可惜虽然是一个机会 但是不是一个好机会 如果迎接这个机会 等待自己的 必然是一条很艰苦的道路 会被无数人歧视 入了工之后要出头 更加是难上加难 而之后 和自己的老婆子女 更加可能是天人相隔 不理得那么多了 要出人头地 就要给些代价出来 人家不做吗 我做 这个做人家不敢做 也都不想做那些事的人 就是黄振 黄振同学 出生年月不长 山西维州人 幼年读书 做当地教官 后来 自愿正身入宫 教育宫内人的文化 怀着这个感为人所不为的勇气 王振同学 王振同学进了宫廷 但令他很惊喜的就是 咦 在宫中呢 他这个原来教书都一样的学官 竟然得到大家尊重 其实也很自然 因为他这份宫 实在没有人跟他竞争 由于在一大堆文盲 和小学文化的人里面 学立鸡群 所以大家都叫他做黄先生 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甚至连皇帝也知道他 朱占基 觉得他是个人才 就派他去事后太子读书 从此之后 这个叫黄振的太监 就和当时还是太子的朱祁振 结下这个不解之缘 应该说 王振确实是一个好老师 他教导太子读书 并且好鬼死严格 搞到当时的朱祁振 都不敢叫他名字 只是叫他做先生 所以姑且 不论后来王振的事是非非 但他和朱祁振之间 确实就有着很深厚感情 但也是因为这种 过于深厚的感情和信任 最终是让成一场大和 朱占基 和他老爸朱高次的统治时期 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而他们两个人 被合称为人孙 就绝对不单止 是因为他们是两子爷 实际上 他们两个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首先 大家都姓朱 其次他们都是好皇帝 最后 他们都是短命的 朱高次48岁 但由于自己老爸太做得 他就足足做了20年太子 只是做了一年那么大把皇帝 朱占基 给他老爸短10年命 但由于老爸死得早 自己27岁登基 所以他反而做了10年皇帝 这11年 就是明朝的黄金时代 大明帝国 空前繁荣强大 所有东西都向着一个 很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看开电视剧的 我们也知道了 一般到了这种时候 当然会有一个转折 比如什么男主角杀了人 女主角有绝症 之如此类 如果一直都花好月圆 世界和平 这部电视剧的收视率 都不放高 历史之神 看来也是一个好片剧 他可能也觉得 这样的历史看下去 没意思 所以 帮这一出的喜剧 画了一个句号 孙德十年 一代英主 朱占基 经过抢救无效 死亡 年仅38岁 人孙之治 就这么结束了 在朱占基临死之前 他帮自己那个 仅仅是9岁的儿子 选了5位顾名大臣 虽然他的儿子还很小 但是朱占基完全不担心 因为他相信这5个人 是不会令自己失望的 这5个人分别是 杨士奇 杨荣 杨普 还有这个张富 胡盈 那确实的阵容很豪华的 文有三洋 母有张富 还有一个专做地下工作的胡盈 所以朱占基 应该可以死得眼泪了 明英中 朱奇镇 说起这个朱奇镇 有人可能会咬牙射纸 好鬼死争他 但实际上 如果分析史料 就会发觉 他应该就不算是一个坏人 他的政务处理能力不算差 也都挺劲力 虽然说有两大污点 但就不能够完全抹杀他的能力 和贡献 而且在明朝的所有皇帝里面 如果要讲到人生的传奇色彩 和命运的跌宕起伏 估计除了朱元璋之外 没有人可以和这位皇帝匹敌 那我们开始讲了 首先讲回王振 王振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他抛妻戚女 还没有个弟弟过来做宦官 被人歧视 绝对不单止是为了找一口饭吃 在他心里面 是有着很大的抱负 而且他很明智地认识到 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抱负 就一定要紧紧握住 自己手里面的这件稀世真宝 朱奇镇 朱奇镇就是他一手大大 也算是他学生 虽然当时还是太子 只有那几岁人 但他始终会长大的 他始终会成为皇帝的 所以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 皇振很耐心地等待机会 机会似乎来了 朱占基崩了 这个精明的皇帝离开了人世 正是留下了年幼得九岁的朱奇镇 而朱奇镇对自己是言听计从 那就是大权在握的日子不远 事实是否真的这样 还不是 因为在皇振奪权的路上 有两大障碍阻住他 事实上对于皇振而言 要克服这两个障碍 可以说是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阻挡他前进的两个障碍 代表着一股他绝对无法匹敌的势力 明英中朱奇镇就位那时候 杨士奇已经七十一岁 但这位历经四朝的元老 看上去依然强大 他什么人都见过 什么事情他都处理过 可以说历经大风大落 处变不经 深沉老道 黄振想要独栏大权 首先要过他的关 那不单止他的 除了他之外 杨荣啊 杨袍啊 这都不是等闲之辈了 三个老江湖放在那里 黄振就只能够乖乖地 继继继继继续做他的奴才和太狡 那这股民观集团的势力呢 就是黄振掌权路上的第一个障碍 但真正能够对这个黄振 起到这个厄制作用的呢 是第二道障碍 一个女人 这个人 就是朱祁镇他妈 张太皇太后 就是朱高次的老婆 十一年前 他是张皇后 十年前 他是张太后 现在 他是张太皇太后 在这十一年里边 他才没有了自己老公 跟着没有了个儿子 但是每逢没有了一个亲人 他的级别就升一次 我想这个也算是世界上 最令人痛苦的upgrade 死者已矣 在生的那些 还是要好好做事的 张太皇太后 抹干眼泪 开始辅助自己的孙子 实际上 若不是他的决定 朱祁镇差点做不到皇帝 因为朱占基死了之后 由于太子实在太小了 而且还有传言 就说太子 其实不是他母亲孙贵妃生的 是由宫女代生的 所以太子的地位 就很不稳的 还有那时候 还有很多谣言 就说什么外地的繁王 会过来京城做皇帝 所以就真的搞到 当时朱祁镇都挺风声鹤雷 但是就是这个关键时候 张太后 坚决支持太子 并且拥立了他做皇帝 所以你说这样的人 不要说能力 就是论之排背都吓死你 真真正正能够做到 毫令天下 莫感不从 当年王振曾经被他整个铺 这件事 可以说是成为王振心中 永远的痛 正统元年二月 正统就是明英中朱祁镇的年号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年号 每个皇帝都有一个 所以我们讲的事件 讲到几年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发生是什么时代 正统元年二月 张太皇太后 召集五个大臣入朝开会 等这五个人到齐之后 张太皇太后 叫皇帝过来 要他看清楚这五个人 这五个人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 五位顾名大臣 三阳 以及张富 和胡盈 然后张太皇太后 语重心详 这五个人是先帝留给弊下你的 如果弊下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一定要和这五个人商量 如果这件事没有得到他们的赞成 你就不可以做 知道吗 小小时的朱祁镇 很害怕地看着他这个阿嬷 似董非董地打了头 那旁边那五个顾名大臣就很感动 这个阿嬷真是会做 这样落罗打给皇帝 你个孙 那我们以后做事方便 但他们想不到的就是 这个太皇太后 今次叫他们过来 绝对不单止 是表示对他们的信任 他还有一样重要事要做 过了一阵之后 将太皇太后 叫王镇入宫 王镇入宫之后 哇 看到五位顾名大臣和皇帝都在这里 估计是开着什么高级别的会议 叫自己过来 莫非是想委义重任 嗯 有点开心 但是就在王镇行完这个跪拜之礼之后 刚才还和颜月式的太皇太后 突然间反面 你呀 你这个奴才 你侍候皇帝的戏具 不过是个宦官 但是你 有很多不法的行为 今天 我要杀了你 话音降落 大臣上边的示威 轟一声拿把刀出来 一浪浪在王镇的颈上 哇 你真是 一闹完立刻动手 招呼都不用打过的 那些熟练程度和时间的拨接上来看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这一连串的动作 是彩排过的 原先一团和气的大殿突然间就杀气腾腾了 王镇当然是吓得三魂不见到七魄了 原来今天要他入供的目的 不是韦尔重任 是要他报名参团 去鬼门关旅游 那王镇就吓得全身震了 这一刻就不单止出乎王镇意料 在旁边的五位顾命大臣都一头无水 那朱其震当然是害怕了 立刻就跪下要阿嬷开恩啊开恩啊 不要杀我老师啦 那五位大臣也都在一起帮手求情 其实张太皇太后就不是真的想杀王镇的 因为当时的王镇都尚算是一个老实人 也都没有犯什么错误 今天其实就纯粹打个杀威棒 吓一吓他 搞到这个份上了 所以太皇太后也都纯粹推舟 就放过了王镇 但同事警告了他 今天就体在有人帮你构情的份上 我放过你 今后不准你干预国事 知道吗 王镇还敢不知道吗 一坡屋一坡就退回走 很浪败 太皇太后那些眼神 哎呀真是好鬼得人怕 搞到他有心理阴影 所以自此之后呢 只要见到这位太皇太后 他十足猫见老鼠 不是 是十足老鼠见猫 有那么远就走那么远 但是这个张太皇太后呢 他就像在内阁全圣子的时候呢 哎呀 摆个怕丑样出来 十足人来上门的女婿见外父外母 那样 嘶嘶嘶嘶嘶 就站在门外边 不进去的 就等到三阳发现他 哎呀 站在外边 这样 招呼他进来坐的时候 他才好像 哎呀 好鬼受重弱的 好像可以跟三阳说句话 简直是自己前世收到的 那他的这些举动 就令到三阳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觉得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人 但是 在他这个这么谦公的表象底下 他就不停地拉帮结派 扩大自己的势力 他利用施礼监的权力 安插了自己的侄子 黄山 做了一个敢以为同志 广结党羽 控制朝神 那么三阳这边 他就叫做可以应付到过去 但是那件老太婆 就实在应付不过去 隔三几日 黄震总是要被人逼过去 就罵了一顿死 但是黄震也没办法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前辈 不是他可以搞得定的 只能够 等 等他老人家自然死 那等到什么时候呢 不用很久而已 明天就死了 明天再说 然后 churches 公众 Scandinavian Text Service